今天我看罗老师除了有他的伙伴们 还有两朵金花在我们这个队伍其中 对 两位美女 来 邀请我们这一位 我来帮您拿着这个 先跟我们天津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您的这个遗族名字叫什么 小芳 叫小芳啊 我一生下地的时候是扶着的 我的大人跟我说要关起来嘛 不是小芳 我以为是小芳 是小芳 别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这位姑娘呢 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阿布 阿布在我们遗族那里是小姑娘的意思 你们上来就注意力都在人家名字上面 我上来注意力都在两位姑娘的衣服上面 我觉得太好看了 对 所以这是遗族的女生传统的服装 也是说就是喜庆的日子才会穿 还是说平时也会穿 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才可以穿比较隆重的衣服 哦 您穿过这么隆重的衣服吗 没有 我就重新考验你 我们这位阿布姑娘啊 如果你要是这个选择男朋友的话 有什么样的标准 到我们那边的话 要找男朋友的话 就是必须要学会对歌 他要是能对过我 然后我就可以考虑让他做我男朋友 哦 要对歌 对歌 抛出了橄榄枝是吗 我突然想起刚上来的时候 他跟罗罗老师学唱歌那一段 嘿嘿 嘿嘿嘿 我们的男朋友啊 还得继续回去找 我确实有点不够哥 之前我们这跳赛的舞蹈当中 我看到啊 我们这个女孩子好像有一个动作 是不是叫三道弯这个动作啊 嗯 对 哦 能再给我们来具体讲一讲 什么叫三道弯这个动作 这个舞蹈是我们的头 腰 哦 还有臀 嗯 然后就 全身抖起来这个的 然后就是三道弯 哦 全身抖起来三道弯 对 您跟我们来 跟水一样的 有个波浪型的 跟水波一样 哦 对 能跟我们来示范一下吗 可以 水波一样的三道弯 是 厉害的 你接个牌了 阿布 你晕吗 我不晕 一点都不晕 习惯就好 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 这是我有点晕 那可以跳三天三夜 这可以跳三天三夜 这个一年 你看看人家是女生 你也是女生 对不对 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学一下 我跟你说 你们两个人 顶多生活在一族 找不到女朋友 怎么样 我要是今天学了 我在全国观众面前 找不到男朋友 这个真的太难了 这也没有什么要领 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对对对 我可以做一个慢一点的工作 对 这个你就先背手的话 然后你就先往下 然后起 对 然后再往下再起 然后就把那个动作加快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对 我们不是往下蹲 是往前 我们就是一 一 二 三 四 这是什么动作 五 六 七 八 然后我们把动作加快一点 然后就是 好 对 对 对 你笑了 好了 李丁 李丁 我觉得颈椎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所有的咱们一族男孩 都不会三道玩吗 都会 都会 哪里都会 男孩也会吗 对 不要 我们一起跳 我们一起跳好不好 我们一起跳好不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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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太高 我们一起跳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遗族朋友们 我们的一组兄弟们 给我们带来了 这么精彩的表演 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